欢迎黄锦鱼 谢谢 欢迎好 来 来 过年好 请就坐 来 您好 您好 来 来 请 好客气 没有 主要是看着 锦鱼回家过年 开心 大家都开心 锦鱼 是我们辽宁本土人 正经丹东人 回家过年了 来吧 给大家拜个年吧 辽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然后丹东的老乡们大家好 我是黄锦鱼 然后非常开心 能来到咱们这个聊台春晚 陪大家一起过春节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 能健康顺利 然后祝大家观天好 好 刚刚我们说了 锦鱼是咱辽宁丹东人 家乡话没有忘吧 家乡话没有忘 我给你们说几个丹东 本地的正宗方言 我看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说说 我们试着猜一猜 虽然咱们都是东北人 虽然都是辽宁人 但是这词我跟你说 梁宁这隔十几公里的词就变得很大 真的 爪呼 这是一个词 这如果组成句子呢 就是 你是不是爪呼 你别爪呼 我是的了 这个我爸我妈他们经常玩 什么 就是我爸 一时候我妈生气 我妈就挠他 我爸说你能不能别爪呼我 是这个意思吗 还有这个意思呢 爪 这个爪呼在丹东话里翻译过来 就像是 你是不是欺负我 你是不是坑我 你是不是爪呼我 就不要爪呼我 你别爪呼我 没长知识了 行一行 那咱们接下来往后面的 还有吗 这个聊天的时候 你可别爪呼我 不爪你放心吧 爪呼不着你 爪呼不着我 还有吗 奶塞 奶塞 就是奶开 扯开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奶塞就相当于这个 比如说这个儿女跟爹妈呀 撒娇嘛 就是啊那个那个对 奶塞一下就是 你好说 基本上得到都是这个答案 我最想抓回你了 还有 攒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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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算是一个动词 动词 那大词呢 算是动手动脚 其实就这样 跟我聊天的时候 想到这样 别老攒娇我 就别老动手动脚 对 你给我 你给我攒娇 我就奶塞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奶塞我就攒娇你了 戒了就抓回你了 就抓回你了 完全学乒乖 这就是一个单动化教学 对